你看,你又把人给拽回来了吧 就是心软了嘛 再往后呢 然后吧,就是我姐妹三个嘛 我跟我小妹妹关系比较不错 因为我平时除了忙工作 就是考各种这儿 就是我所有经历都在赚钱上边 因为我都单身嘛 还要工房大 还要工儿子 不容易,确实的 然后吧,我小妹妹到我这儿来 她说姐你咋回来的这么不开心呢 我说呀,你看啊 我给你看一下照片 然后给你看一下我俩聊点记录 我跟你介绍一下她的情况 我小妹就看了那个照片 她说姐,以你的能力 以你的警惕条件 你找什么样的没有 我说我没有答应她 她说姐,我了解你的性格 你肯定是又不好意思 打面拒绝她 话说得特别狠 然后有一次吧 我小妹和我妹夫 她俩就是正好把她给堵着了 吓唬她说 我告诉你 以后你再跟我姐纠缠 我肯定是把你送到派出所 她妹夫比较高又比较壮 你像我,你像我,我这个身份 本来我又比较自肥 你从那以后我就 你又不敢这么光明之大 我去见她呢 只能说是那个 有时候会想到 因为我那想她呀 我去偷偷去远远的看着一下 我就觉得心满意足了 我就更有更有的动力 我去投入工作中的 但是你看吧 人心也确实是肉掌的 我小朋友 你怎么又自己说回来了 主持人你知道 今年七月份的时候 我们汤山发生了一次地震 你知道吗 我知道 就是那次地震吧 第一时间和我打电话 就是情绪特别激动 哎,有没有事啊 没闪着你吧 然后我说没事 就是厨房有个架子倒了 甩碎了几个瓶子 就是那种特别客气的那种 我都感觉她有点小题大做 特别小题大做了 这不是关心你吗 然后就是过了没有半个小时吧 然后她就大包小淋了 踢了特别多生活用品的 有种特别刻意的感觉 我说没必要 没有那么夸张 更可怕的是 她做出多冲动的那个 她就是到我那以后 把她的工资卡给我 并且单膝下跪 她说这辈子就是非你不取 你要是不答应我的话 我就能够答应 一辈子的广棍 当时我就生气了 因为你看啊 之前相处这么长时间 她确实没有敢跟我 这么特别明确地表白过 我肯定是不接受 我当时就回绝她了 肯定是不可能 你拿着你的东西 拿着你的卡 赶紧走人 以后你如果再来我家 我也会报警 但是她临走的时候 跟我起事 她说我跟你起事 我就是35岁之前 我肯定给你撞够100万 然后你在家做全职 然后吧 你那个 咱们说这没用了 反正你也不想跟她好 后来呢 你看我还是那句话 主持人 我也是母亲 我也有儿子 但是我希望 我胆务不起人家 我也不想承担这个责任 因为我挺自始至终 我也不想接受她 因为我的人生鬼话里边 没有她这个人 然后我就跟她说 我说我给你已经联系好了 我说给你安排好了 赶紧去相亲 我说签我已经花了 你看我就是 相没相 没有 我说我做姐姐的 我已经做到人质一尽了 因为我喜欢的是你 你给我介绍别的女孩 干啥 你这等于像变相分手一样 我感觉 你明天让我心里有影 你为什么还给我介绍别的女孩呢 我感觉她这个就是 举重是一次比一次疯狂 好 我有几个问题特别想问问 你确定在你的心里 从来没有喜欢过这个男生吗 确定没有 你确定吗 确定 那我就很奇怪了 为什么她会困扰你呢 你跟你妹妹谈的时候 谈的是男女之情啊 所以你妹妹才会出手啊 我只是不想耽误她 你以前喜欢过她吗 没有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